第一題 下列有關時間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A 一年中各太陽日的長短並不一致 這個我們在D科的時候會明確的學到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個平均太陽日求平均值 選項A正確 B 日軌 肝影 沙漏 皆能用來計時 這個我們老師上課提過了 所以選項B也正確 選項C 一小時等於一個平均太陽日 劃分成24等分的每個等份 那我們講過了24小時就是一個平均太陽日有24小時 所以選項C也是對的 選項株 目前國際公制使用的時間單位秒是以時銀表制定的 這是錯的 我們的秒是用社員中的震盪頻率決定的 所以選項株是錯誤 第一題問我們說下列有關時間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目前國際公制使用的時間單位秒是以時銀表制定的